做凍蟹 我們做凍蟹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剛才一直拆掉 就把旁邊的泥拆掉 拆掉它 最好放進冰箱裡 在冰箱裡暑冷 令它均勻 然後蒸是最好的 減低活動能力 但現在它因為在冰箱裡 拿了出來 我拿了出來很久 我一向都是放進冰箱 你把旁邊的泥拆掉 很大 對 旁邊的泥拆掉 你把它拆掉 會不會很癢 你問它吧 你是不是改了姓羅 羅有癢 我就是想問 你是否叫做羅有癢 這樣拆掉好像不太臭 所以我幫你剪開繩 不要剪開繩 你剪開繩便做不到 剪開繩便可以拆掉 因為你剪開繩 所以蒸完的時候它不會成質 是 那些鋼就會脫掉 真的很好 明白嗎 其實蟹肉是非常好 為甚麼呢? 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而且低脂月亮高 而且非常好吃 其實我剛才也教過別人 你洗乾淨之後 你就放進冰箱裡 讓它冰暈了才蒸 蒸它 這樣它就不會脫掉 那些爪 而且它也舒服一點 是嗎? 我就倒轉它來蒸 我要蒸它 因為你不要這樣翻轉 翻轉後 那些水滲透 它就不夠… 那些蟹汁會流出來 對,沒錯 你需要把碟放進去嗎? 鑊大一點就好了 不要緊 你要包住它 好了,我們大火蒸熟它 平時我家裡煮蟹 我大約蒸15至18分鐘 這麼大隻蒸多久呢? 你起碼都要25分鐘 22至25分鐘而已 好 還有,有些人蒸完之後 他就會馬上放進冰箱裡 冷凍它,用來做凍蟹 可以嗎?可以,一定可以 但出來後 它的肉就沒有… 沒那麼固定嗎? 反而沒那麼固定 沒那麼固定嗎? 你想它就像酒樓般固定 就是先放涼了 然後才放在冰箱裡 它出來就會很鬆 一絲絲 然後一絲絲 就放醋和薑粒 是 這樣就點了它